外交部證實加入 烏克蘭正規軍的臺灣忌願兵阿達 戰場上不幸陣亡 美國總統大選搖擺最後一個週末 川普 賀錦麗都到搖擺州 做最後倒是衝刺 花蓮西堡落響地區土石崩落 沿外道路中斷 沿為孤島 得靠空投物資 嘉義彈機場主動通報確診H5N1 勤留感今年秋天首例 觀眾朋友你好 歡迎收看十一月三號 公視晚間新聞 我是歐運榮 新聞一開始 我們先來關心 俄烏戰爭爆發至今將近三年 不過最近傳出一名加入 烏克蘭正規軍的臺灣志願兵阿達 在戰場上不幸陣亡 成為增盛光後第二位因 俄烏戰士陣亡的臺灣人 其實阿達已經是第二度到烏克蘭打仗 這次陣亡讓家人跟友人都十分難過 拍下和軍中同袍坐在裝甲車中 前往烏爾戰場前線的畫面 他是加入烏克蘭正規軍的臺灣志願兵阿達 今年四十四歲的他 我國陸軍特戰部隊退伍 已經是第二度前往烏克蘭 然而十一月一號傳出他在戰場遭 手榴彈炸死 成為二十五歲青年 曾盛光後第二位因烏爾 戰士陣亡的臺灣人 外交部已與該名國人家屬聯繫 並致哀 並將視家屬需要提供必要協助 今年七月初從桃園機場出發時 阿達受訪表示 第一次去烏克蘭時 大腿被炸傷 反過休想康復後 決定重回戰場 但這次卻命喪一傷 據瞭解 目前仍有至少五名臺積志願兵 在烏克蘭 和他們有聯繫的牧師 黃春生 破文表示 阿達的遺體 仍在戰場上 以透過無人機確認位置 待戰火緩和後再由烏軍撤離 並透露阿達有三名未成年子女 住在高雄市三民區 分別由他的父母照顧 會在市家屬意願 安排他們到烏克蘭領回遺體 黃春生也曝光和阿達生前的對話 只見他看到民宅遭乍 新系當地老人孩童與貓 並說見到軍隊在挖戰壕 擔憂前方守不住 相識的友人對於阿達不幸犧牲的消息 都難以相信 表達不捨 而烏克蘭給予戰死外籍傭兵的扶須金 約有新臺幣九百二十四萬元 但前提是家屬需親自前往辦理 三貫事宜由外交部協調處理中 介面沈柏玉綜合報導 美國總統大選最後一個週末 雙方陣營最後衝刺 美國共和黨候選人川普 強調會拯救美國經濟 避免遭到毀滅 而民主黨候選人賀錦麗 則是有搖滾樂團主唱邦喬飛 以及好萊塢影星哈里遜福特 表態力挺 在剛站上舞台就迎來一陣歡呼 搖滾樂團主唱邦喬飛 在美國當地二號 現身北卡羅來納州最大城市 夏洛特的選舉造術活動 力挺美選民主黨候選人賀錦麗 美國總統大選最後一個週末 共和黨民主黨雙方陣營 都前往搖擺州 北卡羅來納州 做最後的造勢衝刺 賀錦麗陣營除了幫喬飛 還有好萊塢影星哈里遜福特 錄影片表態支持 而共和黨候選人川普還前往 倒數幾天行程內 唯一不是搖擺州的 威吉尼亞州造勢 再次端著經濟牛肉 強調會拯救美國經濟 綜合美國各家民調顯示 兩黨候選人在全國以及搖擺州的支持比例 相差不到百分之一 預計當地三號賀錦麗會前進密西根州 川普則是前往賓州 北卡羅來納州跟喬治亞州 並且在四號雙方再次齊聚賓州 進行最後的造勢活動 力拼入主白宮 而隨著大選時間 剩下不到十八小時 為了避免二零二一年 國會大廈暴動的事件重演 出現動亂 不殺州軍的國民兵 進入待命狀態 根據美國媒體CNN報導 在進行開票前 目前在華盛頓州 俄勒岡州 已經發生至少三個投票箱 遭到縱火 預計將有數百張的選票 因此毀損 故事新聞前是董別議 鏡頭轉回臺灣 康瑞颱風為離山地區帶來災情 臺八線得機到離山路段 終於搶通 中橫便道也在今天中午 恢復通行 不過在中橫東段 花蓮的西寶落韶地區 卻因為土石崩落 連外道路中段淪為孤島 有五十位居民受困 空警總隊是來出動空投物資 離山的居民等了好久 終於等到這一刻 車輛一步步通過管制站 代表離山地區的交通 終於可以對外聯繫 颱風康瑞衝擊離山地區 造成災情 臺八線零三十七中橫便道 除了十一點八K路基衝毀 沿途還有多出落石 工務段趕工搶通 臺八線六十一K到八十一K 得機到離山路段 中橫便道也在三號恢復通行 早上經過現場試車 確定安全狀況無遇之後 於今天三日中午十二點 開始開放便道通行 古關公務段表示 目前離山到台中市的道路 都已經打通 八號前中橫便道 每天開放五個班次通行 希望居民儘快恢復生活 至於颱風造成離山地區的 定力損壞 臺電也派人持續搶修中 截至三號大約還有一千兩百多戶等代付電 主要為武林農場 福壽三區 華岡翠嵐等 重新將就有設備移除 重新建桿 重新拉線及裝置電力設備 而在中橫東段的花蓮 西寶多巢地區 目前另外道路中斷 透過空拍照片顯見 山壁大量土石崩塌 造成路段嚴重損壞 目前當地有五十位居民受困 由於道路搶通難度高 沒有辦法確定期限 空勤三號也出動兩個趟次 對當地空投物資大約七百二十公斤 蔬菜是沒有問題 但只是肉類的話 就可能就會比較缺乏 而在新竹堅持的司馬庫斯 也因為對外交通中斷 有一百五十人受困部落 目前糧食和藥物 供給都快成了問題 三號下午空勤直升機 也在運物資 嘗試填進空投 但是因為山區能見度不佳 只好折回返航 預計四號將再度執行空投 希望盡量幫災民解決 生活所需 記得林健身 彭幻群 臺中花蓮新竹報導 康瑞颱風過境後 氣象署布設在三仙台海域的 沉空浮球式波浪站 被大浪打上岸 有民眾就覺得這個外觀 看起來很像飛碟 氣象署表示浮球的主要功能 是監測浪高 要等原廠檢查之後 看是否能修復 否則就要重新構置 而現在的空窗期 只能藉由臨近海域的儀器 來觀測 這是今年六月中旬 趁著海象良好 工作人員將浮球 載出海後進行佈設 這顆成功浮球式波浪站 是氣象署字加拿大購入 用來監測當地海象 可記錄浪高與海溫 不過就在康瑞颱風過境當天中午 監測資料顯示浪高不斷上升 隨後訊號中斷 原廠定位發現浮球已經被打上岸 浮球擱淺在三仙台海岸上後 不少民眾看到嘖嘖升旗 覺得很像飛碟 而原廠計師將在週一前往檢查 若僅有外觀損壞就進行修復 否則可能必須添購新的浮球 康瑞颱風才剛離開 TD二十六號又生成 預估將發展成今年二十二號 颱風吟性 不排除在下週末起 影響臺灣天氣 那後續的變數是 它在接近旅宋島東北方海面的時候 這個高壓勢力有逐漸減退的情形 假如高壓退的比較多 那這個颱風它北上的機會 在琉球海面北上機會就比較高 氣象署表示 過去也曾有十一月侵臺的颱風 最近的一次就是二零二零年的 閃電颱風 當時發布了海陸颱風警報 颱風影響還有變數 而自週一起 東北颱風增強 北部東北部天氣轉良 且有局部大雨 週二起東北颱風再增強 週三到週四 中部以北依拉花蓮 低溫將會來到二十度以下 明顯有涼意 記者薛家謝正麗台報導 嘉義縣蒲子市 有氮機場通報確診 H5N1禽流感 是今年秋天第一起 主動通報的氮機場禽流感案例 目前五點八萬隻氮機 都已經撲殺 由於秋冬是禽流感高峰期 防檢署也呼籲業者要做好生物安全工作 而每天大約有三千萬隻 彈機生彈 這次撲殺對雞彈的產量影響不大 工作人員忙著撲殺雞汁 嘉義縣蒲子市 由一個氮機場主動通報 雞汁出現異常死亡 經過檢驗確定是感染H5N1 雅型高病原性禽流感 也是今年秋天第一起主動通報的 氮機場禽流感案例 加速疾病防治所 趕緊撲殺五點八萬隻氮機 銷毀十二萬顆雞彈 並且督導業者完成清潔跟消毒作業 由於秋冬是禽流感的高峰期 防檢署特別呼籲業者要落實 禽場生物安全工作 也強調國內每天大約有三千萬隻 彈機生彈 這一次撲殺五點八萬隻 對雞彈產量影響不大 不過臺北市淡山工會宣布 四號開始雞彈批發價 每台金從三十四元調漲到三十六元 產地價七號更進 主因就是颱風造成清場受損 跟天氣冷帶動買氣 加上這一次調整 淡價連兩周上漲 而傳出淡機場有禽流感案例 臨天來憂心 如果感染擴大 可能會衝擊雞彈產量 導致淡價波動上揚 但目前還要持續觀察市場情況 記者綜合報導 高雄民眾到餐廳買筍乾 回家卻發現有藍綠色的斑點 疑似發霉 不過店家詢問供應商後解釋 斑點是葉綠素跟鐵離子結合造成 衛生局貨報已到現場採樣 也把案件移請上游製作廠商所轄的衛生局查查 在臺南則是有民眾 民眾跟這個羊肉爐的名店來訂購冷凍包 不過在煮的時候卻發現有區 衛生局同樣介入積查 剛買的筍乾卻出現詭異斑點 高雄一位民眾一號到鳳山華南路 一家餐廳買雞肉飯跟筍乾 回家發現筍乾上有藍綠色斑點 懷疑是不是發霉了 餐廳三號正常營業 業者解釋變色並非發霉 但也有賣乾貨的店家表示 從沒見過筍乾變色 高市衛生局二號到餐廳積查 除了筍乾採檢送驗 還發現食品未離地等多項缺失 以要求業者限期改善 若未改善將一食安法開罰 也把案件移請上游製作廠商所轄的衛生局查查 但不只高雄台南也有餐廳出現食安爭議 肉塊上有大量驅蟲讓人瞬間沒胃口 有網友二號發文表示 跟台南入選米其林的羊肉爐民店 訂購十幾份羊肉爐冷凍包 結果其中一包竟然有驅 懷疑是放很久才拿出來賣 餐廳三號出面喊冤 業者秀出冷凍設備 強調包裝過程沒問題 懷疑消費者可能保存不當 或買的不是自家商品 台南衛生局則表示已派人前往稽查 若查出違規事項 將依法要求業者改善 記者 高雄台南報導 南投竹山鎮有民眾開車 從一四九線往桶頭方向行駛 當時地上失滑 還有落葉殘肢 突然間迎面而來一輛藍色貨車 打滑失控 駕駛趕緊踩煞車 所幸沒有波及人車 另外在苗栗三億 有一名女子開車行進鯉魚潭村時 突然失控衝撞路邊民宅 而且車輛還起火 幸好沒有人員傷亡 駕駛行進失滑的路面 對象看來一部小貨車 沒想到突然失控 這樣的狀況讓駕駛下一大跳 索性沒有人員受傷 一號上午八點左右 南投竹山有駕駛開車 從一四九線往桶頭的方向行駛 地上都是颱風催落的殘肢相當失滑 這輛藍色貨車轉彎後才發現有風度 失控轉了一百八十度 又回到自己的車道上 汽車技師說 雨天駕車更該提高警覺 路面的失滑或者是輪胎 胎穩已經過前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貨車空車的時候 沒有載貨它比較容易產生後面 產生打滑現象 另外在苗底三億 二號中午左右 一名張姓女駕駛開車行進 里域談春時 突然失控撞向路邊的鐵皮屋 衝撞力道猛裂 引擎瞬間起火燃燒 張姓女子也趕緊跳車逃生 車頭燃燒 所幸車內一名女性駕駛先行逃離 所幸火勢未蔓延 警車損無人受傷 駕駛經酒精檢測未有飲酒情形 警方初步對駕駛酒測 酒測值為零 所幸這起事故也沒有波及其他的人車 而卻皆造勢原因 警方也將後續調查釐清 紀德林健身彭煥群 南投苗栗報導 後備戰力是國防量能 不可或缺的一環 不過立法院預算中心報告指出 截至今年六月底可選衝 教招人數中仍有六成五未曾受招 立委就憂心 後備軍人的軍事裝償技能 恐怕會逐漸喪失 專家建議可以讓招員轉訓 或是接受訓訓練 強化後備軍人對現代戰爭 科技跟資訊的更新思維 瞄準目標實彈射擊要加強 教招員的實戰化訓練 強化後備戰力 新制教招不只已經拉長為十四天 還納入女性官兵志願教招 不過立法院預算中心報告指出 近年後備軍人實際教招比例沒達標 截至今年六月底可選衝教招人數中 仍有六成五未曾受招 軍事專長技能恐怕會逐漸喪失 教招是維持後備戰力不可或缺的一環 不過卻也時常傳出 有人收到教招令 卻無故未報到 先前就有桃園民眾因此被依 妨害兵役制罪條例判刑六十天 專家分析雖然招員操作 新接裝備的機率低 但參與教招可以重溫個人戰技專長 也建議國軍可以依戰略需求 讓招員轉訓或接受新訓練 教招員專長的看是不是要轉訓 哪一些專長適合轉訓到哪一個裝備 或者是他必須要做新的訓練 立委黃仁建議改善無故不參加 教招的問題要從強化宣導著手 讓國人理解參加教招的義務 增強認同感才能讓國人更重視 教招的必要性 記者 恩榮張梓佳臺北報導 國際消息來看 英國保守黨因為日前在大選中敗選 原本的黨魁蘇納克請辭已是負責 保守黨舉行新黨魁的選舉 二號進行最後一場投票 由前商業技貿易大臣巴登諾克當選 他也是英國主要政黨的第一位非裔 女黨魁 在委員會的宣布下英國保守黨新黨魁正式選出 由44歲前商業技貿易大臣的女性候選人 巴登諾克打敗42歲前住房移民事務大臣的 詹里克當選新黨魁 他也是英國主要政黨的第一位非裔女黨魁 英國保守黨因為在7月大選輸給工黨 原本的黨魁蘇納克請辭已是負責 隨後保守黨就展開了新任黨魁的選戰 巴登諾克在幾個月的激烈選戰下脫穎而出 在二號最後一輪投票 贏得57%的黨員選票 成了過去八年半以來第六個上台的保守黨領袖 在非洲奈吉利亞出身成長的他 早年是在資訊業界工作 並且在工作時進入倫敦大學 伯貝克學院攻讀法律學位 2017年他踏入政壇 成為英國下議院的議員 過去主張支持英國脫離歐盟 並且先後在特拉斯蘇納克 擔任首相期間入閣 他當選保守黨黨魁後表示 保守黨一度從左翼立場執政 朝向中間派靠攏 因此必須要回到黨內的傳統理念 並且承諾要帶領保守黨革新 預計巴登諾克將支持縮小政部 並且領導保守黨傾向右翼路線 過去新聞 正式東邊穎 鏡頭轉回臺灣 臺北捷運為了兼顧電斧梯 搭乘安全跟加速人潮輸運 近期開始宣導電斧梯兩側都能站立 不過實際到捷運站才發現 大部分的旅客還是習慣站在右側 北捷就表示將進一步演繹 在尖峰時段 在臺北車站等重要的轉乘車站 會適時的採取標示跟廣播 來加強宣導兩側都能站立 來到臺北捷運中校復興站 板南線月台通往文湖縣月台的長扶梯旁 除了懸掛電斧梯兩側都能站立的標語 駐站保全也會再次提醒乘客 只不過大部分人還是自動往右側靠 北捷強調 宣導電斧梯兩側都可以站立 是為了兼顧電斧梯搭乘安全與秩序 尤其在人潮眾多的大巨蛋球賽 跨年活動等散場大型活動輸運 更會指派專人舉牌 加強提醒旅客加速疏解人潮 以台北大巨蛋的球賽散場的疏雲為例 我們在電斧梯旁邊宣導旅客兩側站立 而現場的民眾也按照人員的引導 秩序十分良好 旅居日本的台灣部落客分享 在東京或是北海道 旅客通常會自主站在地鐵電斧梯左側 但站務人員沒有特別宣導要站哪一邊 但會目視注意旅客是否安全 日本媒體NHK曾報導 電斧梯事故中許多案例 是由於人們在上方行走或跑步所引起的 因此部分公共場域已經開始宣導 請勿在自動扶梯上行走 而臺北捷運表示 雖然為限制旅客電斧梯站立位置 與行走與否 但會持續宣導緊握扶手站穩踏街 記者學家謝震的一台報導 北市新公處日前公告 四十二年歷史的和平新生天橋 將在十一月四號進行拆除 引發部分的當地居民不滿 認為缺乏溝通 還有民團就發起連署要表達抗議 臺北市長蔣萬安表示 會持續跟地方溝通 而新公處也允諾四號暫緩拆橋 不過會先圍起封鎖線 暫停開放民眾使用 在開會討論後續拆除事宜 獨特外觀 曾吸引樂團五月天 各首楊乃文李宗盛 甚至導演李安前來取景 這座位於大安森林公園旁的和平新生天橋 有四十二年歷史 不過由於已達使用年限 北市新公處日前公告 將從十一月四號起拆除 但在地居民看法兩極 有民眾認為天橋使用率低且造成路口死角 應該拆除 反對意見指出天橋承載城市記憶 也對交通安全有幫助 也對交通安全有幫助 還有民團發起 不要拆橋的網路 連數 目前蒐集約一千一百份連數書 並在二號的白昼之夜活動上 向市長蔣萬安舉牌抗議 其實北市原有一百一十六座天橋 而二零一零年起 以人本交通為考量 啟動天橋拆除計畫 至今已拆四十一座 代拆除海生二十座 另外五十五座功能型天橋 會保留使用 對民眾提出緩拆訴求 早安表示將持續跟地方溝通 會整意見並加強說明 新公處則允諾暫緩拆橋 只會先架設圍離暫停民眾使用 開會討論後 最快週二對外說明結論 揭師陳柏玉台報導 全球暖化除了造成環境危機 臺北醫學大學 最新的研究也發現 孕婦在第三孕期 暴露最低溫度月高 每增加一度C 胎兒早產的風險 就會增加百分之六 不過也有一支說 報告的結果是顯示 溫度跟早產有關聯性 但不是因果性 需要更多的研究 以及觀察 全球暖化造成極端高溫 現在影響的不只是環境 還有可能包括孕婦與胎兒 臺北醫學大學公衛學院 以院長陳儀化為首的研究團隊 統整十一年來 大臺北地區的研究資料 和氣象署溫度觀測的數據 發現孕婦在第三孕期 暴露最低溫度月高 每增溫一度 早產風險就增百分之六 並且以夏天生產影響最明顯 如果是夏天出生的話 那麼它的二三孕期就是天氣比較熱的時候 它的高溫也是一樣會增加 就是低出生體重跟早產的風險 東京出生的媽媽就剛好相反 研究報告也指出 除了胎兒早產風險增加 出生體重也會減少6.53克 臺灣生殖醫學會監視何信儀 在報告發表後 和多位婦產科醫師共同討論此議題 認為溫度與早產有關聯性 但不是因果性 還需要更多研究與觀察 何信儀在臨床觀察發現 近十年來晚婚與早產比例都越來越高 還有天氣環境造成孕婦情緒受到影響等等 有許多因素都有可能會造成走產 建議孕婦要做好保暖 注意溫度變化 並且維持好心情和多接觸綠地 都會有正向的幫助 記載朱鳳之陳立峰 臺北報導 高雄柯子遼外海二號下午罕見 出現一對親子領航精 經過的漁船發現 原來他們被漁網纏住尾巴 趕緊通報海巡人員 其中漁金的體型比較小 沒有多久就自行脫困 不過母精是在漁船的協助下 天黑後脫困 專家就表示 以時間地點來說 比較難判定 他們現身在西部海域的原因 不過也不排除是颱風因素 海面上遠遠看到金屯吃力 將頭探出水面呼吸 一艘娛樂漁船二號下午五點多 行經高雄柯子遼外海約兩里處 就看到兩隻領航精在海面直上直下 靠近觀察才發現他們的尾巴被漁網纏住 根據目測 第一隻領航精體長約兩公尺 因體型瘦小很快就自行脫困 第二隻體長介於三到四公尺 只能靠人為解救 專家判斷這對領航精可能是親子 不排除是颱風因素 使領航精少見地出現在西部海域 眼看金屯漸漸虛弱但天色變暗 加上受困部位是力量較大的尾巴 都增加救援難度跟風險 所信漁船人員在海巡協助下以繩子勾起領航精的尾巴 協助去除漁網才讓鯨豚脫困 結束這場海上驚魂 記得陳懷徐駿高雄報導 接下來提供您各地的氣象資料 好 基隆臺北新北桃園新竹縣市 是二十一度到二十七度 苗栗臺中彰化南投雲林是二十二度到三十度 嘉義縣市臺南高雄屏東是二十一度到三十度 宜蘭花蓮臺東是二十一度到二十九度 澎湖金門馬祖是二十一度到二十七度 明天的空氣如何來看空氣品質指標 北部竹苗中部是普通等級 雲嘉南高屏是敏感等級 宜蘭花東是良好等級 馬祖金門是敏感等級 澎湖是普通 感謝您收看今天的公視晚間新聞 我們明天同一時間再會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